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自古豪门是非多 2020年5月26号 赌王呵护生意去世 他的妻子和子女们就开始击飞狗跳 不是妹妹撞狗姐姐 就是姐姐和弟弟在社交平台互相取关 为了赌王的那些遗产 大家明里暗里的较着劲 不过今天这篇文章呢 我们不聊赌王和他的妻子子女们 我们聊一个厉害的女人 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厉害呢 同样是现在豪门 她的丈夫情人众多 私生子还有好几个 但是她确实能在丈夫之后 将丈夫的七十亿财产独吞 让丈夫外面的情人们分文不得 这个厉害的女人叫做何莉莉 那么她是到底怎么对付 丈夫的情人们呢 又是如何独得七十亿 下面呢且听我慢慢给您讲解 何莉莉197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两岁时就是跟随着家人移居了台湾 因为长得美丽 街坊邻居都拒绝的 她将来适合做演员 而她对做演员也是非常兴趣 她也很幸运 在16岁时就是被导演袁秋风看中 出演了电影《蓝雨之歌》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在不久之后呢 她又签约了香港的邵氏影业 有了更多的演艺资源 进入到邵氏影业之后 和莉莉认认真正的拍戏 但是她很快地发现 如果自己一直循规蹈矩的拍戏的话 很难有出头之日 毕竟在少女时有太多优秀的女明星 自来想去 何莉莉决定另辟蹊径 她在电影《文素晨》当中 半楼出镜 引发热议 在《十四女银豪》当中 她反传出演了《杨文广》 备受好评 她甚至不及当时的社会风气 出演了以同系列为主题的电影《爱奴》 凭借着金正的演技 她大护成功 何莉莉的这一系列付出 最终是收获了非常好的回报 她被观众称为《美颜亲王》 还与当时的潘颖子 胡彦妮 金飞 林家 赵新颜等人 被称为《少氏十二经叉》 她还收获了邓丽君 沈殿下两位好闺蜜 当年少美丽的何莉莉 成为当护女星 大众自然就是很关注她的情感生活 而在她嫁人之前 她与男明星张冲传过绯闻 不过对于张冲 何莉莉的母亲不满意 她对媒体说 莉莉年龄还小 她与张冲交朋友 我不反对 但若是谈论婚嫁呢 我觉得言之过早 莉莉现在正在创造自己事业的时候 何莉莉则是表明态度 她说 我一切为母命是从 何莉莉在婚姻大学上 也是很的确听取母亲的意见 当赵世光出现在她生命里的时候 她母亲舔头同意了 何莉莉为何能够同意赵世光 至于赵世光的家序被解离不开 她并不是一名普通的男子 她是香港船王赵从眼的小儿子 在赵从眼退休之后 她掌管着家族企业 经营的风生水起 个人宣价达到70亿 不过赵世光想要成功宝的美人龟并不容易 有一次呢 她在酒店遇到何莉莉 很唐突地递上了名片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何莉莉当场将她的名片撕的粉碎 不过呢 她并不生气 她反而是觉得何莉莉很有个性 十分可爱 于是呢 她给何莉莉连续打了三个月的电话 请求她原谅自己鲁莽的行为 除此之外 有一次何莉莉喝酒喝多了吐她一身 她不但没有嫌弃 她一手开车 一手拖住了何莉莉的头给她做枕头 赵世光仿佛对何莉莉有执念一般 她对何莉莉这一追求啊 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里 她还向何莉莉求了三次婚 被拒绝一次 她就再求一次 她就是不愿意放弃 面对如此执着和对自己好的赵世光 何莉莉最终呢 还是从内心深处接受了她 在接受赵世光之后 何莉莉也是慎重考虑过 是否和赵世光结婚的问题 她问自己爱赵世光吗 内心告诉她 她爱赵世光 那么对于赵世光还未发现缺点 自己以后能够包容宽恕吗 内心深处的声音告诉她 可以包容宽恕 于是在1972年 她和赵世光结婚了 她还邀请了沈殿霞 租自己的伴娘 与赵世光结婚之后 何莉莉为赵世光 圣相女儿赵世明 赵世和赵世平和儿子赵世晋 她退出演艺界 安心的在家相夫轿子 而在和何莉莉结婚了一年之后 赵世光就是开始暴露了真面目 她开始飞闻不断 被石锤和她关系匪陷的女性 就是有三位 以至于何莉莉不得不和她们战斗 1995年 媒体曝光了赵世光和谭玉莓的婚外情 面对媒体拍到的两个人 一起游玩的石锤证据 赵世光失口否认的和谭玉莓在谈恋爱 可是证据确凿 没有人信她 何莉莉也不相信 她和谭玉莓没有故事 当得知了丈夫出轨的消息 何莉莉不伤心是假 毕竟她这个枕边人的曾经有七年时间 那么炙热地追求着她 结果现在却是背着她在外放荡 与其她得知丈夫出轨之后 大吵大闹的妻子不同 何莉莉很快地做事冷静下来 她在赵世光面前不吵不闹 只是让她承诺不再和谭玉莓往来 赵世光原本以为家里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当何莉莉提出这个要求时 她立马答应了 她还向何莉莉公开道歉 她说 我表示歉意了 忘回她的钻研 希望她可以接受 也是对共众的交代 不过有一句老话说的很有道理 这句话就是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也时的赵世光也是一个嘴子祸 刚向何莉莉道歉不久 她就是被媒体拍到了 和谭玉莉同居的照片 还被拍到在国外一起旅游 而赵世光的这一行径 又是助长了谭玉莉的嚣张气焰 她觉得赵世光更爱她 于是逼着赵世光和何莉莉离婚 赵世光还真贵迷心窍地 向何莉莉提出离婚 不过何莉莉不同意 何莉莉对外表示 小三在我心目当中胃不足道 做大婆的要有气量 她还说她不会让她的孩子 在不完整的家庭当中成长 当赵世光和谭玉莉在一起 多年还不分手 何莉莉则是对着媒体说 看透了 只要她喜欢 我也无所谓 不过她唠够了应该会走 说完这句话 她就和赵世光去日本旅游 何莉莉很明白男人的人性弱点 她也明白了 只要她不和赵世光离婚 在外界看来 谭玉莉永远是被拖骂的小三 当何莉莉战胜谭玉梅的时候 已经是在2004年 彼时的赵世光和谭玉莉 已经是有了整整十年的婚外情 在这一年 赵世光中风驻远 何莉莉悸心照顾着赵世光 不允许谭玉莉考诫赵世光一步 谭玉莉和赵世光 在这一年的正式行段 何莉莉成了赢家 让何莉莉没有想到的是 刚刚打败了谭玉莉 还没有过上多久的清闲日子 2005年 媒体拍到了赵世光和舞女 程秀丽的儿女一起吃饭的照片 还曝光赵世光是 程秀丽一双儿女的亲生父亲 对这个新闻 赵世光并没有否认 她还让两个孩子认足归宗 既然程秀丽无人低调 又不像是谭玉莉一般的 一心想上尾 何莉莉接纳了程秀丽 和赵世光的两个孩子 虽然何莉莉不用和程秀丽的一番争斗 但是没有了程秀丽 赵世光还会找来其他的武林高手 赵世光的秘书刘渊渊出场了 原本刘渊渊只是赵世光的一个普通秘书 可是就是在刘渊渊丈夫车祸去世之后 赵世光脸相惜玉 每年都会给刘渊渊一些生活费 还承诺会照顾她一家老小 至于赵国 她就是把刘渊渊照顾成了自己人 赵世光的确对刘渊渊也是很上心 在她没去世之前 她就是盯理了遗嘱 在遗嘱当中 她写道给刘渊渊最少五百万现金 还给她三家总价值约为七千八百万的公司 对赵世光所做的这一切 何丽丽并没有多说什么 她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让刘渊渊满盘结束 何丽丽也是的确的等来这个机会 不过这个机会让人很伤心 因为赵世光又中风了 赵世光再次中风之后呢 她阻止任何一位和赵世光有不清楚关系的女人来音乐看望她 反而是她心心的照顾着赵世光 还让赵世光备受感动 遗憾的是 这一次赵世光呢 美能战胜病魔 2016年7月20日 赵世光因病去世 享年76岁 赵世光去世之后 谭玉梅立马找来了 要瓜分赵世光留下的七十亿财产 但是因为她没有名分 也没有子嗣 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刘渊渊也是找来索要 赵世光在遗嘱当中给她留下的遗产 但是何丽丽呢 经过了一番运作 将赵世光留给她的三家公司股份 转到了自己女人名下 至于现金呢 她更别的想得到 为此刘渊渊和何丽丽 还打了三年官司 最终也没打赢 对于赵世光留下的财产 何丽丽的态度很坚明 她对媒体说 我不会让任何人坐到我的位置上 也不让家族产业的落到他人手中 最终呢 她经过43年 惜败了一种小三 作用丈夫的七十亿财产 成为最后的赢家 后来有人再次问其他 当年赵世光怎么划心 她为什么不选择离开 何丽丽回答 她这个人心很好 对人留余定毫不留情 她最大的缺点就是花心而已 无论在精神上 物质上 赵先生对我和孩子 从来没有恶劣过 何丽丽熬出头 是因为2010年的一场意外 赵世光做了心脏手术 后有中风瘫痪 何丽丽面对话都说不出来 丈夫没有嫌弃 一直守在病房照顾多年 直到2016年 丈夫赵世光逝世 在赵世光卧床的这几年 何丽丽也是得到了赵世光的信任 在去世之后 把妻子遗产留给何丽丽 何丽丽一人43年 日外面的女人没有得到一分钱 虽然婚姻是坎坷的 但是何丽丽终究是靠着自己 维护住家庭 这么多年的忍耐心酸 重视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希望这是想要的样子